先发投手五局是完美投球的 早川龙九 现在被换下场了 换上来的是21号的吉村贡斯朗 来自于养乐多的球员 今天这场比赛看起来就是 早川投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无可挑剔 但是即使是一个完美的比赛 总教练还是决定换人 投手前的滚地球 一个球呢就制造了 第一个出局数 出局 以后换了投手 澳洲队的运气可以好一点 他没想到不但出局 而且越来越方便出局 一球就解决 前面提到澳洲已经是跨日 连续11局 没有人上 归棒打进场内的滚地球 收球之后传一垒 两个滚地球制造了出局者 归棒落空的三阵出局 澳洲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六局 被日本队的投手呢压制的喘不过气来 那现在这场比赛呢还是一个六局 完美的一个状态 这真的使得药洲队呢压力越来越尴尬 拜托拜托 记得要订阅公式体育的YTO 还要按赞分享开启小铃 2023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 11月16到11月19 清锁定公共电视